国内景气回温 不过复苏的动能却不够强劲 中心院4日公布 2017上半年台湾采购经理人指数 同时也表示 整体看来下半年景气依旧可以期待 目前台湾整体景气扩张的情形 是呈现趋返 但是仍然是属于付出的状况 中心院4日公布调查报告指出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连续16个月呈现扩张 不过续跌1.1个百分点来到57.6% 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则连续4个月呈现扩张 但回跌2.4个百分点来到53% 虽然来到57年多或53左右 并不代表说景气就真的是 逐渐是往下的 尤其是我们用季节调整后的资料来看的话 它的水准值跟上个月是差不多 调查中制造业受访厂商表示 2017年上半年营运状况持续扩张 唯独利润由扩张转为紧缩 不过即使厂商对下半年的景气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但对整体经济情势也有话要说 对汇率的波动 两岸的情势或者是劳工成本 这些因素都有一些对公司影响是比较明显一点 假设说这些不确定因素不会进一步恶化的话 我们下半年的景气是可以期待的 为了提升国内经济成长动能 政府结合民间力量成立的国家级投资公司 五月底拍板定案后 昨天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 确定公司名称就叫做台山 并预计八月底前登记成立 最快九月召开董事会 确认经营团队 新一堂野菜电视 陆天长周庭域 台湾台北财富木岛